鳳城美食全期 語言演放藝術名家梁子江主編播講 順德大良 別稱為鳳城 以遠遠流長 豐富多彩的美食文化 似名中外 歲月流轉 鳳城美食這塊金漆招牌始終歷久上身 不斷演繹著一段段 令人回味無窮的美食全期 鳳城美食全期 方明遠過雙皮奶 贊稿 關耀權 改編播講 梁子江 各位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的一個週日 一個氣質優雅的旅遊客 出現在熱鬧的大良華開路 知她對裝飾巧舊的時裝徐槍 似乎一點都不敢興趣 只是好像不斷地在樹 找不知哪間店 當她走到有百年老字號 人信雙皮奶字仰的店門口時 面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她見鋪面的廳堂這麼旺 一張張古色古香的紅木園桌 坐滿了人 就想走上二樓找個位置坐 知道樓梯口有個女士應攔著她 小姐 對不起 現在樓上暫時不開放 旅遊客很敏銳地感覺到 樓上肯定有什麼特別的客人 她機智地仰了仰手裡頭的相機就說 不好意思 我和樓上的人在一起 因為拍照才遲了 事應信以為真 就讓她上去 旅遊客看見靠裡面的一張圓桌前面 旅旅外外地圍了幾圈人 場面相當熱鬧 旅遊客好奇地稍微走近一點 掃了兩眼 只見裡面坐著幾個打扮入時 樣貌可人 笑容燦爛的美女在此品嘗著雙皮奶 旁邊有好幾個攝影師在此不停地拍照 旅遊客覺得這幾個美女有點熟口面 但是又一時間想不出叫什麼名 旅遊客見側旁站了一個女士仰 就小小聲問她 小姐 請問這幾個是 哦 去年當選的香港小姐 你不認得嗎 旅遊客仿然大悟 又繼續問 小姐 你們這些書經常有這些名人來幫襯嗎 旅士仰就好自豪一筆頭話 是啊 特別是那些明星 多到我都不記得那麼多了 最有趣的就是有不少鬼佬都特地來幫襯 聽說以前 連廣州花園酒店那個鬼佬總經理 都說要來找我們董老太學師 還有個專門研究中國文化的 名字很搞笑 叫什麼羅斯博士 對呀 習慣吃雙皮奶吃到幾乎上癮 以後一有機會又再來過 咦 對了 小姐 你為什麼會上得到來呢 旅遊客笑笑口地 扔出了一張名片出來給她 只見上面寫著 美食天下副總編 奏病 其實 好像這樣的情景 經常都會在人信出現 不少名人明星 記者作家等等 都曾經為大娘雙皮奶 動過不少唇舌和筆默的 好似廣州作家趙傑 就在她的作品《飲食男女》當中 是這樣寫的 新廣東三寶之一的鳳城雙皮奶 百食不厭 去大娘公幹 對於我來說就是一種獎勵 一下車 我就會衝去那條窄窄的小街 離遠 雙皮奶的香味 就十足路友記一樣向我招手 好 話說實話 到底是哪個高人 有像孫大聖那樣的本事 偷得皇母娘娘 讓作辱逆勤張的秘方 來造福眾多的飲食男女呢 有關雙皮奶起源的版本 有很多種 民間眾說紛紜 其中 說得比較多的 都應該算是這個版本 話說在上世紀的三十年代 有一個生活在大娘近郊 白石村的人 叫做董孝華 孝順的孝 中華的華 家因他以養水牛 渣牛奶 和做牛乳餅為生 故此人人都叫他做牛仔華 他生得高高大大 之後思思文文 和很多順德人一樣 頭腦靈活敢於創生 牛仔華看見自己條村 直到金榜一帶 有很多養牛的農民 靠渣牛奶燃賣來賺食 只經常有些賣剩的鮮牛奶 他就看準這個商機 在華蓋路租了一個店 搞甜品店 轉一收那些賣剩的鮮牛奶 用來做牛奶燉蛋在那裡銷售 當時 他為了起一個好聽的店名 想到頭都大了 後來他忽然想起了 文無信而不立這句古語 就一拍大筆劃 沒錯 做生意就是要講個信字 大眾不信你就什麼都假的 就一於叫文信 那於是乎 文信這個招牌就應運而生了 由於他一貫都是真材實料 價錢公道 故此生意相當之好 只不過 內中都有失算的時候 你有一天 忽然間 掛大風落大雨 做好了的牛奶燉蛋 又不少賣不出去 當時就不像現在這樣 有定上雪櫃 倒了又不捨得 最簡單易做 又不會造成浪費的 就是將剩下的牛奶 重新來燉熱 第二天一家人用來做早餐 想不到 他這個無心插柳的做法 竟然就催生了 另外一種奶中妙品 那董孝華當時 將剩下的牛奶燉熱 就去忙其他事情了 到忙完一輪回來 他無意中發現 燉奶表面 營結了一層 聞到甘香 看下肥美的奶膜 他試食了一口 發覺真是從未有過的香甜嫩滑 可惜就是經過翻燉的牛奶燉蛋 由於蒸發的緣故 放動了之後 奶面有些微微的粒痕 整個賣相是差一點 那董孝華這個人做事是很認真的 就算想著這些奶 是準備給自己家人吃的都好 董孝華都想做得好好看看 他拿些鮮奶來 逐一加進去凹陷了的地方 然後又放進鍋裡頭再燉 這次董孝華又發現燉熱之後的牛奶 竟然神奇地出現了 底面兩塊豐如今美的奶皮 原來大量水牛奶的脂肪濃度 比其他地方的牛奶要穀 受熱之後 就自然形成一層金香的奶皮 翻熱之後又再加一層 那董孝華一吃之下就發覺 原來燉奶的精華 就在這兩層奶皮鼠 相當之有商業觸覺的董孝華 馬上就意識到 完全就可以運用這種手法 推出另外一種前所未有的生產品 就叫雙皮奶 或者叫家皮奶 故此 董孝華可以說是雙皮奶之父 後來雙皮奶的名氣 就傳遍了順得遠近 來一視為快的食客 源源不斷 而董孝華 亦隨著雙皮奶的熱賣 慢慢成為了家境恩實的商家 雖則董家之後的日子 越過就越好 但是董孝華對他子女的延傳身教 就從來都沒有放鬆過 你在他這樣說 做人始終都是要學番門手藝好 就好像見爛棉納一樣 就算遇對寒天大雪 都可以頂得住 故此 在父親的一再教誨之下 他的子女人人都學會了一門手作 有些會做雙皮奶 有些會做牛奶糖 有些會做牛乳餅等等 其中 董家第三個女兒 董傑文就深得父親的真傳 最擅長製作雙皮奶 而且父親經常講的天道酬勤這四個字 他一直都謹記在腦海 董傑文做女的日子 可以說是過得無憂無慮 出嫁的時候就更加大陣仗了 當時台嫁莊的隊伍 由街頭排到街尾 還有陪嫁丫鬟 都算得上有頭有面 但是 僅僅過了十幾日之後 董傑文的新嫁衣幾乎都還未換洗 窮兇極惡的日本仔 就打到來順德 那唱炮聲一響 自然就雞飛狗走 百葉蕭條 身分厭異的董傑文 就好像發了一場夢 醒來之後發覺 原來自己 竟然是變得一瓶如洗 那這時 他父親未與囚謀 自小為他準備的爛棉納 就真是派上用場了 他就是靠著這些手作仔 來捱日子 很不容易捱到解放之後的一九五二年 董傑文東臭西借 終於在華蓋路的世墟 開了一間專門經營雙皮奶的甜品店 那董傑文既想發揚他父親 誠信經營的傳統 但是 又不想人家說 他是靠父親創樂的金七招牌來吃飯的 他要憑自己的努力 打響另外一個牌子 那故此 他為自己的店鋪 改了一個相當有意思的名號 就是叫人信 意思是說 處世以仁 待仁以信 那雙皮奶 本來就有不少捧場客 再加上董傑文 當時生得花容月貌 呼若形枝 大眾都很自然聯想到 董傑文那個善殺旁人的知識 和他經常吃雙皮奶 有莫大的關係 於是就口口相傳 遠遠近近的大姑娘 媳婦仔 都成為了人信的常客 當時 董傑文為了經營好這間店 可謂無微不至 花盡心思 你一好似 初時雙皮奶的奶皮 並不像現在這麼平滑 為恩妹妹揭開的燉中蓋 黏在蓋上的倒汗水 就會將原先平滑的奶皮 滴到好像豆皮一樣 影響了賣相 後來董傑文落槌炒菜時 無意之中發現 龜殼型的鑊蓋 會令到裡面的倒汗水 往兩邊流 他複至心靈 馬上就訂製了一批拱形的燉鑊蓋 來替換了原來的平頂蓋 之後的雙皮奶 就當堂不同樣 再也不會有豆皮了 只不過 到了眾所周知的那一段 要求所有商鋪公司合營的日子 董傑文用無數心血 堆砌出來的人信 就被合營了 更加雪上加傷的是 和他共力豐富的丈夫 亦不幸患了重病 丟下了他們一家人 早早就離開了人世 這樣撐起頭家的重疊 好自然就落在董傑文 散虐的身體之上 他為了九個女兒的食飯穿著 和公書教學 每天都幾乎睡不到幾個小時 日夜地拼命做牛乳餅 就是為了賺那幾個微薄的工錢 來供養他們 難怪她的女兒 一說起他們尊敬的媽媽 就感慨萬千地說 唉 我們媽媽做一輩子 打足人家三輩的工 那到了改革開放之後的一九七九年 當時已經六十六歲的董傑文 拿到了順德縣第一個個體工商營業執照 雖然經歷了幾十年的風雨滄桑 但是當人信的牌子一掛起 老字號的魅力又再重新換化出來 那個當年客似雲內 坐無虛席的場面 又是經常在人信的店面那裡出現 在一九九七年的年底 人信雙皮乃作為順德美食的代表之一 參加由中國烹飪協會主辦 在浙江杭州市舉行的全國名小喜大賽 當時已經八十四歲高齡 被人專稱為董老太的董傑文 意識到這個比賽 關乎順德美食品牌的名譽 的確責任更大 為了確保在比賽當中 展示出最高的水平 董老太和八女婿亮少華 十女婿李錦華 制定了幾套參賽的應變方案 為了萬無一失 他們將雞蛋、白糖、油、鹽 甚至乎連煲盤、碗碟等原料工具 都撞上空運去到杭州使用 最令他們頭痛的是 用來製作雙皮奶的主要原料 金磅水牛奶在常溫之下 只能夠保鮮三幾個小時 但是按照日程安排 他們到了杭州之後 還有一整二十幾個小時 才正式比賽 那怎麼辦呢? 正當大家急到騰騰轉的時候 天聖聰衛的董老太 出了個好主意 就是將水牛奶打包冷卻 再在容器裡面沙滿兵 結果背負重任的人信雙華 梁少華和李錦華 就是用這個方法 帶著水牛奶順利到達杭州 但是他們經一路上飛機、汽車的轉接 會令到嬌亂的水牛奶發生質變 於是乎 他們兩個一到酒店 就什麼都不理了 先將牛奶解凍來試試 幸好果然正如董老太的預料一樣 都是這麼漂亮的 他們才放心借用酒店的冷櫃 將這些寶貝冷藏好 知道了比賽之前的上午 梁少華又發現了一件麻煩事 就是帶來的雞蛋 可能在空運的時候受了熱 有個別出現癡渴的現象 那怎麼辦呢? 他們兩個急得渣渣跳 聽眾可能不明白 市場上有的雞蛋 有什麼需要這麼擔心呢? 原來 人信當時用的 都是走地雞的雞蛋做配料 況且來參賽的 都是過光猛龍 個個身懷絕技 勝負就只是毫離之間 如果用料不能夠確保高質量 拿張實肯沒有十足的把握 就在他們一籌莫展的時候 有位酒店的老職工知道了這件事 就自告奮勇地帶李錦華 坐車去市郊的農村 終於買到了新鮮地道的酒地雞蛋 令他們終於放下了心頭大石 比賽終於開始了 人信商華在眾多媒體和評委面前 神態制約配合默契 只見他們先熟練地運用過濾器 過濾砂糖牛奶和蛋液三者的混合漿 再放入鍋裡頭 用文火來煮滾 然後放在池碗那裡冷卻 然後等奶皮營結之後 就在奶皮的對角分別擠一個洞 把熟了的奶倒出來 等奶皮自然留在碗底 其實這就是雙皮奶成功與否的關鍵 家人在處理的時候 奶皮絕對不能夠脫離碗邊 若不然奶皮就會縮成一塊 前功盡廢 然後他們又在熟牛奶當中 放入雞蛋液和白糖攪拌 又是倒入原來有奶皮的碗裡 隔水再燉約二十分鐘 那前後一個鐘頭多些 正宗的大涼雙皮奶就成功出爐了 其中有個瓶位拿起了一碗 他見幾乎齊碗口的乳白色奶皮 就好像一世貨蓋在上面的絲卷 還在微微地震動 他先聞聞那種獨特的清香 然後吃了一小口 嗯 那種水牛奶特有的香醇甜味 和草雞蛋的嫩滑細膩 真是豬聯逼合 十足一對天仙佩 他又吃了一大羹 一種輕軟潤滑 好像囚斷一樣的感覺 就似乎全片了全身 那到最後 人信雙華就是這樣 憑著他們閒熟的技巧 和甜美潤滑 齒甲流香的奶中妙品 徹底征服了平衛 所以終於不育使命地 為人信雙皮奶 贏得了中華名小吃的薯榮 那其實雙皮奶問世到現在 可謂一奶風行 在嶺南眾多的著名小吃當中 以色香味味營養豐富的特點 方明遠播 飲育中外 成為中外遊人 來到順德的必選美食 以及海內外美食家 經常遵遵落到的深水甜品 那一碗細細的雙皮奶 之所以有這樣的吸引力和美遇到 看來國際食評家 維寧先生的評價 就是最恰當的解釋了 他說 大量雙皮奶 就是我們順德美食 選料嚴格 加工講究 調味和諧 就是火候精度的典型之一